那始终是这个话题人物的韩国瑜 你一定想不到 他竟然会出现在 民事的摄影棚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很难得 能够邀请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来欢迎韩市长 谢谢主持人中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这个韩市长 我说这个一开始 我要先称赞你非常有勇气 因为之前你去参加博恩的节目 那因为当然就说 年轻选票你想要去争取 去参加 我觉得你很有勇气 那今天我觉得你更有勇气 直接来参加民事的政论节目了 我完全平常心 我很开心 我去博恩一点都不会畏惧 喜欢我也好 不喜欢也 我都没有关系 只是把心里的话 和盘拖出来 那今天来民事也是一样 心里的话把它讲出来 就这样 那你觉得民事的观众朋友 收视群会有所不一样吗 会不一样 可是可能会因为不了解 脑海之中已经注入了 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所以我们今天来坦诚的交换意见 不投韩国瑜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稍微要了解一下 那不喜欢政治也没有关系 但是政治人物选出的总统 就会影响到台湾人民的整个 安居乐业的问题 所有每一个国民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不喜欢政治 但是还是要了解 对 所以我们就直求对决了 没问题 我们这节目一贯的风格就是 有直接问 但是我们不会说无中生有 是会造谣 虽然市长不会骂我们说没有良心 没有学准 不会 你放心 我觉得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希望听真心话 你就不客气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 民主就是自作自受 民主就是人民投票之后决定 谁来领导这个国家 但是己留的人民就会选出己留的民意代表 己留的民意代表就会监督出己留的政府 己留的政府就会有己留的执政成绩 己留的执政成绩就会有己留的国家 这个是一点都骗不了人 这样会不会有点话中有话 感觉上好像己留的人民会觉得 我们的民众我们的选民没水准吗 不是 是优质的选民不被谣言 不被买票 不被各种中商 或者批判 或者恶意的等等影响 或者被网军带风向 优质选民决定 就叫瑞士 做一个决定 大家觉得 要不要政府发一些钱出来 瑞士人认为不必 我的意思是说最终 还是在人民手上这张神圣的选票 我没有说大家一定要投我 但是请大家看看我们的政见 你还记得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那时候你是在 那个时候我在新闻界 新闻界 对 我剃了一个光头抗议 抗议 剃了一个光头 全部头发都剃光 那时候抗议跟现在的态度上有改变吗 我的一直改变都没有 我认为我也多次呼吁 北京当局能够重视香港的民主发展 希望双普选 香港的行政最高长官 能够港民直接投票 香港的最高立法局议员 港民直接投票 在我们中华民国现在宪政体制之下 民主自由不是洪水猛兽 不是洪水猛兽 要能够更能够看待台湾人民 追求自由民主的决心 所以我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 叫不要怀疑 第一个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共产党一定要收复台湾的决心 第二个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台湾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决心 这两个决心时常会有碰撞摩擦 或者价值的冲突等等 所以2300万的台澎金马 金马的人民 我们要有信念保护中华民国的主权 保护我们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而且绝对不动摇 绝对不退让 但是对于中国的态度 因为之前大家也都有多所质疑 比如说面对是谁最危害台湾的国家 好像韩市长的说法 似乎都是在绕圈子 那特别是对面对中国的时候 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我想这也是当总统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钟家兄你又在揭露我某一些话 我一点都没有回避 在博恩夜夜秀 我讲过 70年来我们国防建议只有一个假想敌 中国人民解放军 70年来我们就防备解放军对台的攻击 所以对台湾威胁最大的就是中共 我讲得非常的清楚 在联合国所公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是中华民国 所以我讲九二共识 我们要保障整个台风金马 中华民国现任体制跟生活的方式 我一点都没有回避问题 当上总统之后 面对中国的这个态度 特别是说你的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这个有钱的前提之下 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想要靠中国赚钱 但是这个靠中国赚钱 其实是有前提的 你有注意到这些当中 包括是一般的民众 不管是去经商 或是去念书等等 其实无可避免的 都会面对到中国的统战 也就是说 现在他们讲得更白了 你想要去赚多少钱 你就要认同他们 你就要认同九二共识 你就要认同一中 但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当一个总统 是只想要赚钱的话 是有可能丧失掉台湾的主权 钟教授你可能进入了一种思维里面 就像我们小时候天气很冷 同班同学在玩一个叫挤油渣 大家互相挤往墙壁上挤 民进党跟你刚刚的问题 都希望我把它挤到一个什么情况 主权跟经济只能二选一 想要赚钱 就要矮化我们的主权 不矮化我们的主权 就没有办法赚到中国大陆的钱 所以你问的问题 事实上就在对我挤油渣 但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错 我们要认定几个事实 第一 中国大陆市场 占台湾出口百分之几 事实 我们是要还是不要 我们可不可能放弃 第二 往左边看 今年东南亚15个国家关税同盟 往右边看 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市场同盟 台湾通通进不去 两岸之间 ECFA可能十年要检讨 万一再废除 台湾上面上不去 下面下不去 对面走不出去 这个时候 二选一吗 台湾人要不要生存 要不要发展 要不要经济 要不要教育 都要 要不要自尊心 当然也要 可是是不是 我们已经在一个死角 像挤油渣一样 只能二选一 我不认为如此 我当高校市长 把水果卖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上去秒杀 我到了澳门 我才发现 澳门 光一家饭店 每一年的鸡肉 鸭肉 鸡蛋 猪肉 鹅肉 就要两亿美金 60亿台币 我们要不要打这个市场 这跟主权没有关系 我到香港 但是这不是台湾的选择 是中国如果要你做这个选择 中国要我们选择 如果要你主权跟经济 做一个选择 那你怎么办 那这种状态之下 我想我们走到那个死角的时候 我们会以主权为优先 也就是说 刀子顶出来了 你如果要了主权 你对不起 一毛钱都没有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要主权 你跪下来 你牺牲你台湾的主权 我给你馒头吃 给你牛排吃 这个时候我们二选一 当然要顾到我们主权 这是毋庸置疑 但是因为你假设的情况 已经到了没有任何退路了 我一点都不认为台湾如此 因为为什么 但你不觉得现在很多的状况 已经是这样子了吗 不是 因为你的思维跟民进党的思维 非常接近 你永远忽略了一点 五千万的华人在想什么 我请我太太到海外 走了八九个国家 很多城市有唐人街 唐人街里面的人 老乔社不见得会讲国语 讲广东话 可是他们认同中华民国 认同中华文化 你们一直在推这个题目 就是只能在主权 跟吃饱肚子二选一 我一点都不认为如此 因为我们有中华民国 五千万的华人 大多数 他们心里面是站在我们这里 而你们忽略这个最大的资源 所以民进党现在是小刀巨大数 把中华民国一点也在巨 把中华文化也在巨 事实上当把这个巨开的时候 也就代表未来台湾越来越孤独 但越来越孤独是谁造成的 是民进党 民进党造成 因为你一旦把中华民国弱化 把中华文化萎缩 你就跟五千万的华人越来越远 这个逻辑我觉得怪怪的 一点都不怪 因为是中国的压迫之下 所以台湾很多的组织是进不去的 归根就里是在那边 怎么会变成是台湾内部 问题是铲水扁时代用中国台湾可以进去 马英九时代用中华台北可以进去 为什么这几年进不去 为什么 所以中华台北必须 就是你也不得不接受 是这样子 如果用奥运模式中华台北 加入某些组织 像国际卫生组织 特别一些传染病等等 像这个很重要 我们可以考量奥运模式中华台北 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马英九时代就是用这个模式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不是就低头 是不是就跪下去了 那我们要不要参加奥运 今年东京奥运中江兄 你如果是总统要不要参加 但是奥运是体育 奥运是体育 那不是卫生吗 卫生你都两套标准 两套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是卫生 奥运是体育 那个是应该说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不得去接受 奥运模式被框住了 所以变成说延伸到政治 也变成中华台北 我们也必须接受 中江兄你是总统 今年奥运要不要参加 你直接告诉全国观众朋友 奥运是一定参加的 好 那世界卫生组织参加不参加 如果能参加不是更好 那就对了 那为什么体育的可以参加 卫生不能参加 所以你的题目 已经让你产生自我矛盾 特征组 这个韩市长你说 当选之后就要成立特征组 要去查民进党的贪污 但是对于贪污的部分 你始终没有一个具体的举例 让人觉得就是一个 莫名的一个指控 那特别是如果你当上总统 说要成立特征组 感觉上会形成另外一种恐怖 因为你没有证据 你就要去查他们来 最优秀的检察官 检察总统长指挥之下 成立特征组 依法 侦办 完全没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 特征组为什么有必要性 因为很多人民 现在对执政当局是怀疑的 认为你有严重贪污 那民进党说 对 民进党讲话跟你一模一样 请拿出证据 第三 我们看陈水扁的女儿 陈信宇讲的话 你们哪一个民进党 没有拿我爸爸的钱 包括陈菊 包括苏贞昌 包括谢长廷 这不就是证据吗 蔡英文政府有查 这个就当作是贪污吗 已经有人证了 什么状态是要拿钱 是私底下给的 还是贪污来的 为什么不办呢 第四 要不要设立特征组 如果我当总统成立特征组 我是不是给自己穿小鞋 错 一定要设立 我本人贪污 也要征办 我本人叛国 也要征办 可是为什么要做 因为所有的人民 心目之中 都有一个抱倾天 都希望清廉的政治出现 而且 要做生意的政治人物 就请去好好开企业 要赚钱的政治人物 不必来政府里面 大摊特摊 这是不道德的 你说的大摊特摊 我就说了吗 就是你这样子一个指控 会让人觉得 你当选之后 马上成立的特征组 就要开始进行清算斗争了 我一点都没有清算斗争 所有认识我立法院 几个民进党的老朋友 不管是过去的 过世的卢秀一 现在还在的黄黄雄 甚至柯建民 我们在立法院都是同事 韩国瑜的做人怎么样 我相信 他们心中都有一把尺 我们绝对不会为了斗争而斗争 事实上选高雄市长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针对竞选的对手的个人 提出任何恶意的批判 过去的陈其脉 今天的蔡英文 我都是认为 今天的政治风气不好 我选高雄市长 对陈其脉 我没有任何个人的批判过 从来没有 但是反过来 我被批判成什么样子 那韩市长 你应该知道 这特征组 后来变成一个斗争的工具了吧 那是民进党上来 以这个为理由 把特征组给废掉 我一点都不认为如此 但是当时不是有马王政策吗 他不是成为 特征组不是成为一个工具了吗 你今天吃饭 噎到了以后 你下面一顿饭不吃了吗 不可能吗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特征组 一定有成立的必要 而且是符合 2300万民众 真诚的期待 而且我一定会成立 而且针对贪污 我也一定会 严查严办 韩市长 如果你真的当总统 你如果还是维持了 你原本的说话风格 那老实讲 有时候在国际间 国际领袖之间这样子 你觉得这样真的适合吗 我一点都不会担心这个 外宾接待 应该有维护 基本的国格跟尊严 这个我非常清楚 我从年轻开始 读大学读研究所 就负责一些 外宾接待的任务 我们知道内外有别 所以在发言上 你会有所拿捏吗 就像我跟英国大使在聊天 英国脱欧 英国的内心 也在想未来怎么办 我很希望台湾跟英国 将来有没有考量 能够在经济贸易上 FTA有没有可能签订 英国大使认为机会不大 为什么 他们注意力在美国 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我说亲爱的英国大使 你去麦当劳 点汉堡给我没有 他说有啊 我们点一个大汉堡 旁边有没有一个法国小薯条 还有啊 chips 对不对 我说对台湾来讲 我们经济规模不大 我们就算比较小的这一块 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大的汉堡 但是在台湾这边 我们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 他就大笑 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 他的互动是温暖的 如果要照稿念 拿了照稿机 知乎也者 你们我们怎么等等等 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度 未必会这么亲 所以接到外宾 我很清楚 还是让你跟他的举例 大家很好啊 但是说如果谈到跟 可能跟性有点接近的话 那就容易造成误解了 是谁接近 老和尚带着小和尚 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一个美女在河旁边 过不去 老和尚我背你过去 背完以后 老和尚小和尚一起走 小和尚受不了直接问 师父啊 你怎么可以背女孩子 老和尚怎么说 我都已经忘记那女的 你怎么还记得 所以中江兄 是你认为姓 还是我认为姓 我都已经忘记 市长已经超脱到 那个阶段就对了 我都已经忘记 不是老生入地 因为这只是15岁一个少年 他在成长的过程 一小段的经历 大家群众在 讲出来 伯军一笑分享 跟性骚扰 性暗示有什么关系 OK 老和尚已经忘记了 小和尚还在记得